民进党不止妇女部爆出性骚痴案 青年部女党工再惊爆 曾被陈姓同事搂腰席屯 甚至借酒醉闯她房间 还想踹开她的大门 离谱的是她向青年部主任蔡慕林反应 蔡慕林竟然骂她 你把人家搞到火大 还关门说要保持距离 谁不会想把门踹开 甚至训诫她 雄性动物追求异性不成 难免伤自尊要她多体谅 这语出惊人的青年部主任 是2020年蔡英文党主席一手提名任命 更扯的是被害女党工 还被小英爱将逼去道歉 道完歉后当场昏倒 一度惊动高层 网友痛骂蔡英文养的妇女部重放狼 你青年部竟然直接变成狼 民进党不只是一个狼窟 根本是一个火坑 以后谁还敢把孩子 让他去民进党上班 蔡茉林坦诚过错 说会反省 党中央想火速止血 两度鞠躬道歉 但讽刺的是这才鞠躬完 党内议员直接出面爆料 曾有组织部的某主管 信骚女党工 没想到当时的副秘书长徐家清 竟然威胁 如果启动调查 会承报到中常会 女党工恐怕会被媒体曝光 最后没调查 却把女党工调离党部 当初是我鼓励我的同仁上报 希望可以让他不要那么担心害怕 可是后来的结果却很难 好像很难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交代 当时把事情压下来的 现在都是民进党里头赫然有名的大官 是发生在蔡英文当主席的任内啊 蔡英文眼睛瞎了吗 耳朵聋了吗 民进党的伪善跟双重的标准 可以到这样的地步 这些人通通都应该出来谢罪 他们良心到哪里去都被狗吃了吗 但一泼泼爆料排山倒海而来 有男党工也爆料 差点被侵略男性生予人士性侵害 甚至还有党部女工读生也惊爆 曾被要求和男性一起脱衣泡堂 网友痛批民进党的DNA难道就是抢钱抢良抢娘们 谁能想象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中央性骚痴案会多到难以想象 记者黄义俊王志恒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